我们的经济区学院学院会支持 我们的朋友们、小朋友们 不同体验潜水会运动的快乐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潜水教练 但是我自己两个孩子都有疾病性 我教他们游泳的时间很困难 他们不愿意戴眼睛 也不愿意水摸头很困难 所以我就用潜水的装备尝试要他试试看 这些孩子困难的地方就是他没办法 很短时间想办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还可以控制到情绪 因为他在一个失控的、失中的 没有中立的一个情况 他会很容易会专注 不会想其他东西 他们在潜水中间呢 他会非常有安全感 和外界就是隔离的 隔离了以后他在潜水里头 在底下呢他就非常安静 深游都试过在水下画画 非常安静 就是很舒服很享受 所以他很期盼每一周来这个训练 他现在从潜水技能方面 他有的有些技能他还是很棒 好比那个水底下吐泡 一口气憋气 50米我不知道有没有试过 他就会很容易 有发生他潜水以后呢 他的情绪啊 其他都很稳定 一路一路下去就想想 可不可以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 一个精详的一个科勤 帮助其他的家长呢 就讲解开启了